感动的 念佛的心是平静的 固执的心是感恩的 生命电视与您心心相细 接下来请收看 善知识法语 嘎千人波切 转世缘起 嘎当吧 秋丁吧 藏传佛教直贡嘎举派三大活佛 是指历史上 当直贡法王的转世灵童 尚未寻货或年幼时 有资格担任摄政法王的 嘎千、洛千和尼宗赤千三大人波切 如果加上现任直贡法王幼年的摄政 赤渣人波切 就成为直贡嘎举四大活佛 就成为直贡嘎举四大活佛 嘎千人波切其转世传承 是于直贡嘎举第一任法王 直贡绝巴 吉天送宫的弟子 嘎当吧 秋丁吧 嘎当吧 秋丁吧 生于1180年 乃龙树弟子 提婆菩萨之化身 出生时 即能扶杖 而送六字大明咒 其母经义 害怕与人言其事 年轻时 听说绝惹家族大成就者 绝巴极天送宫的种种殊胜功德与成就 便启成前往直贡 途中遭遇洪水而腻 情急大呼 绝惹绝惹 随浮于岸边得救 后见绝巴极天送宫 绝巴极天送宫言 我子 如玉逆时 是否忽我 嘎当吧 秋丁吧言 是 随 流于上师身旁 领受了许多教法 精进修持 不数年便真挚完美证悟 得究竟成就 称为绝巴极天送宫座下 嘎 纽 秋孙三位重要的大成就弟子之一 嘎当吧秋丁吧 以不同机缘中所显现的种种神通 即通过甚深的教法引导无数众生登上佛法正道 之后 许多弟子开始追随他 他认为 时机依然太早 便驱散这些弟子 他与直贡建立了龙秀达秋丁寺之后 大批出家人便群聚于彼 他随又离去 进而建立了普公仁亲临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佛子行三十七颂 嘎千人伯切开始 第四段颂文 常伴亲友各自散 勤聚财物一为继 使者舍弃深刻房 舍此事为佛子行 与自己经常相伴的男女朋友 家人亲戚 会不会恒常在一起呢 不会的 自己努力所积聚的财产 无论有多少 也无法永远留在自己的手中 更不要说像亲友 财富这些东西 是无法恒常拥有的 自己的身体 也好比一间旅馆 灵魂就像旅客一样 隔天醒来 旅客就离开了旅馆 难道旅客离开了旅馆之后 还会把旅馆背在身上吗 这是不可能的事啊 了解这样的情形之后 就会知道 这些亲友不是我的 这些财富也不是我的 就连身体这个旅馆 也都不是自己的 因此第四句才会说 舍此事为佛子行 既然说 舍此事为佛子行 那大家就会想 是不是房子不要了 子女也不要了 财产也不要了 全部都丢掉了最好呢 如果有人这样想 就会弄得自己举步为奸 什么事都做不了 刚才所说的是 要在心里 把这些东西丢弃掉 心中不要挂念 这个房子是我的 钱财是我的 子女是我的 身体是我的等等 要知道 这些东西都是借来的 只是暂时与我相伴而已 就算现在 对这些东西产生了贪恋 等过了一些时候 死亡来临了 最终还是要与 这些东西分开的 如果我们的心 都不需要这些东西的话 那么心 到底需要什么呢 我们的心真正需要的是 菩提心 慈心和悲心 菩提心 慈心 悲心 才是心所需要的 而且是可以带走的 我们在此生 以及屈辱来世的时候 真正需要的朋友是 阿弥陀佛 我们需要真正的财富 来供自己使用 这个财富 就是菩提心 我们也需要一个真正的身体 男重需要的身体 是观世音本尊 女重需要的身体是 至尊度母 这些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 才是自己的 才是可以带走的 因此 未来 当我们要离开这个世间时 男重可以带走的身体 就是观世音本尊 而女重 就是至尊度母 可以带走的财产 就是菩提心 与悲心 而可以 与我们相伴的朋友 就是阿弥陀佛 这种情况 就好像 我们要到美国去 出发前 需要准备很多的行李 有很多人来帮忙 也因为提早 做了准备的缘故 所以就很顺利地 去了美国 同样的 为什么说 舍此事 为佛自行呢 如果我们在此生 提早做了 未来往生的准备 我们准备了 观世音 至尊度母 作为自己的本尊 准备了菩提心 及慈悲心 作为自己的财富 还准备了 阿弥陀佛 在路上陪伴 并照顾我们 这样子 提早做了准备 等以后 要往生极乐净土 一切 就会很顺利 为了这辈子的生活 我们得上班 去赚取钱财 同样的道理 我们下辈子 要靠什么来生活呢 我们下辈子 要用的钱财 就是六字大明咒 就是阿弥陀佛圣号 就是至尊度母的咒语 所以现在大家 若是能将 前行法做满十万遍 每个咒语 也都能持送 积累广大的数量 这些咒语 难道还会失去吗 这些咒语 是我们下辈子 要带去的财产 我们该怎样 来运用这些咒语呢 念诵咒语的时候 要用咒语 来供养三宝 也要用咒语 来施语众生 要怎样用咒语 来下施众生呢 当我们念诵咒语时 观想地域道的众生 受到咒语的加持 就是其中一种方法 实际上 可以运用的方法 非常的多 而这些法材 可以应用的方式 也非常的广泛 有很多人来问我 我每天早上 把某个咒语 念满一百遍 或某个咒语 念个几十遍 这种做法 可不可以呢 对于这样的问题 我都是用 前面的方式 来回答 接下来讲 第五段寄送 我可以试语 佛子行 三十七颂 嘎千人波切开始 第五段颂文 交尽笔而三独增 且令文思修退转 能使慈悲灭尽者 远恶有为佛子行 无论是男女朋友 或其他任何的朋友 当我们与之结交之后 却使得自己贪嗔痴 不断地增长 譬如说 因为结交某个朋友 而让自己染上 抽烟喝酒的习惯 不知不觉中 做了很多不好的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 就可以知道 对方是一个损友 必须和他慢慢疏远 这个意思并不是说 要和他争吵 最重要的是 自己不去学习他的行为 由于自己不赞同 不学习他们的行为 他自然就会离我们而去 与这种朋友往来 会使我们的文思修 不断退转 譬如朋友说 可以做杀生等等的事 慢慢的 自己也做了 就会因此而堕入 地狱道当中 或者朋友说 可以做偷盗 如抢劫等等的恶事 要知道偷盗会让自己 未来多生多世 陷入贫穷之中 或者朋友说 佛法是假的 现在根本就看不到下辈子 也没有什么业力因果等等 自己如果受到影响 慢慢的开始相信之后 就会令自己陷入 愚痴之中 对于善恶将无法取舍 无法分辨 如果我们听到 没有因果业力 没有佛法等等 这些言辞 多听几次 就相信了 那么此后 我们的文思修 就会慢慢的退转 不相信正法之后 自己的菩提心 也会慢慢的衰损 一般而言 文思修是连贯的 只要是没有听闻 就不会去思维 更不会去实修 这个时候 就好像一个瞎子 走在荒原之中 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对于这种朋友 我们并不需要 对他生起愤恨之心 也不需要和他争吵 同时 还要对他生起 慈悲心 了解到对方 也和动物一样 非常的愚痴 我们只要不沾染到 他的恶习 对他仍然保有 慈悲之心 之后 他自然就会 慢慢的疏远 有一点特别重要 就是世俗之人 对于自己所认识的人 即使是一个大坏蛋 也会说他是最好的人 对于他所说的话 是否真实 不会去思维分辨 对于自己 所不喜欢的人 无论对方 是一个多好的人 都会认为 对方是一个大坏蛋 对于他所说的话 同样 不会去分辨 这样的心态 是极为错误的 我们应当要了解 不论是谁 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每个人的优缺点 都是混杂并存的 因此在这个世界上 是不可能找到一个 只有缺点 而没有优点的人 同样的 也找不到一个 没有缺点 只有优点的人 所以 无论对任何一个人 我们都应当经常 去分辨 他所说的话 去分辨 他的行为 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不要因为对方 是自己喜欢的人 就判定 他的话是真的 也不要因为对方 是自己不喜欢的人 就认为 他的话是假的 对于任何人 都不要存有 过于强烈的贪恋 称恨之心 要了解 大家都是 同时具有优点 与缺点的 自己应该要 经常的齐情三宝 希望所有的众生 都能越来越好 不要特别 对某一部分的众生 有太强的贪恋 与称恨 应当观想 一切都是平等的 一般人的 极度之心 很强烈 有很多的男女朋友 因为极度 而发生争吵 造成彼此之间的伤害 这些都是 经常会发生的事情 我们不应当 任意听信 别人所说的话 应当用自己的头脑 好好去思维 用自己的眼睛 好好地做观察 如果有一个人 对我们造成某种伤害 或是有人 以极度之心 讲了对方 很多的坏话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 好好地思维 我之前说过的 任何一个人 都是优缺点 交杂并存的 我和对方彼此 都是多年的好朋友了 就算现在 他做了伤害我的事情 也不要太计较 过去 他也曾经给予我 很多的协助 不要轻易受到 他人的挑拨 应当用理智 好好地去观察 对于上师善知识 这种情形 就更加地普遍 自己去接受了 一个灌顶 听闻了一个叫法 隔天 如果有一些人 来跟你说 这个上师 如何地不好 自己又到 另一个地方 去接受灌顶 听闻另一个叫法 接着隔天 又有人来告诉自己 这个上师如何不好 那个上师如何不好 等等 诸如此类的话 自己好不容易 生起的信心 就这样一下子 消失无踪 由于对上师 失去信心 慢慢地 内心就充满了 愤怒与邪见 使自己的慈悲心 逐渐退散 谈论某一位上师 如何不好 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 因为即便这是一位 不好的上师 但由于我们对 这位上师有信心 内在的慈悲心 便会继续增长 慈悲心增长之后 就能对自己产生 很大的功德利益 无论如何 只要自己的信心 不退转 就能对自己产生 很大的利益 就此而言 令自己信心退失 而丧失功德的人 才是真正的坏蛋 所以在听闻教法之后 无论如何 对上师的信心 不要退转 只要自己的信心 不退转 加持力 就恒常存在 因为这股加持力 是来自于三宝 所以这个加持力 是非常强大的 其次 对于自己 与老朋友之间的关系 也要保持坚固稳定 不要在意 谁讲了什么话 老朋友之间 要持续保持 稳固良好的关系 不要受到动摇 以上所说的 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期望大家都能够了解 接下来讲 第六段寄送 我会做的事情 我会做的事情 再说 如果我会做的事 就会做的事情 算吗 有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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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佛子行三十七颂 嘎千人薄切开始 第六段颂文 一指何者罪过灭 功德增儒上贤悦 圣山知识极自身 爱彼圣己 佛子行 如果在我们交了某一个朋友之后 发觉自己的极度之心 没有以前那么强烈 而正念正知 更甚于从前 这些全都是受到善知识影响的缘故 一般来说 现在我们功德能力的增长 主要是源于老师对我们的教导 但是此事以及来世的功德 若要增长 就必须要医治上师与善知识 因此我们说老师以及上师 是这个世界上的珍宝之王 就如同人的眼睛 是最为珍贵的 父母生下我们 让我们有了一双眼睛 可以看见今生 而上师善知识 更是给了我们一双殊胜的眼睛 让我们不只看到此生 还让我们看到来世 因此对于上师及善知识 我们不能去毁谤 接下来要讲解的是 医治上师及善知识 这一段的内容 大家不仅要仔细地听闻 还要好好的思维 为什么我们要恒长地去尊敬自己的老师 以及善知识 甚至要关爱他们 更甚于关爱自己的身体 因为如果我们以自己的身体 对老师 上师 善知识 来做顶礼 成事 供养等等 会令他们的内心生起喜悦 由于他们内心生起喜悦的缘故 我们自己身体所积聚的罪业与障碍 就能够因此而净除 并且 由于他们内心喜悦的缘故 他们心中具有的能力与功德 将会传递出来 我们去学习 就能够得到他们的功德 相反的 如果一味地贪恋自己的身体 与财富的受用 心中也不想去学习 上师的能力与功德 自然也无法学习到 上师善知识的功德能力 但是现在我们所做的事 恰好于此 背道而驰 我们贪爱自己的财物及受用 实际上 这是一种我执 能够享用饮食 衣服 财物的 是自己的身体 而当我们死亡之后 这个身体 或者被埋在地下 或者被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 如果我们现在好好地随上师善知识学习 从上师之处 写得菩提心的教法 因自己观修而得到的菩提心 在未来 难道会被火烧掉吗 那当然是不可能的 不仅如此 菩提心还会生生世世 与我们恒常在一起 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财富 许多人学习中文 英文 现代的科学知识等等 有些人对这些现代的知识 学习得很快 也学得很好 这都是由于他们过去世 对老师很恭敬 也很努力地在学习 因此这辈子 有很好的学习能力 相反的 如果前世对老师不恭敬 不尊重学问 也不愿意学习 那么这辈子 无论学什么 都会非常的困难 而且这种学生对老师 上师 也都不恭敬 这都是一种累积的习气 因此 如果我们能够在今生 恒常地恭敬自己的老师 上师 并且对他们做成事供养的话 就会产生前面所述的 广大利益 而求法者 应当如何来学习呢 求法者应当学习 马尔巴大师 而弟子 应当效法 密勒日巴尊者 这几位大师学习的行义 大家应当好好的看一看 马尔巴教导密勒日巴 而后 密勒日巴 依此做了实修 他的成就是 集生成佛 密勒日巴之所以 能够在一生之中 证得佛果 完全是由于 上师开导的大恩德 所以我们对于老师 上师 父母 都应当存有 无比的感谢之心 对于阿舍里 格西等等 也要抱持同样的心情 上师 格西 父母 对我们来说 是具有三大恩德者 应当恒常对他们 具有恭敬之心 我们应当以恭敬心 来学习 而学习的方式 则应当如同 马尔巴密勒日巴大师 传记中所描述的一般 大家平常工作时 应当具足 六波罗蜜 来工作 听闻教法时 以应具足六度 来听闻 听闻之时 献上供养 这是供养 也是布施 听闻之时 约束自己的行为 不要散漫 这是持戒 遇到上师责备 或是学习 遭遇困难时 仍要继续努力 这是精进 学了之后 恒常记在心中 不忘诗 这是禅定 所学到的功德与能力 在心中形成 这就是智慧 这就是听经时 具足六波罗蜜的情况 现在上师所教导的是 瓷具的珍宝 并不是钱财等物质的珍宝 当我们讲述菩提心 是真正妙宝时 上师要解释 为何菩提心是真妙宝 菩提心 从何而来 以及获得菩提心的方法 生起菩提心的方法 是什么呢 就是要知道 一切众生 都曾是自己的父母亲 所以对每一位众生 都要生起悲心 如果能对每一位众生 都生起悲心的话 就好比将一滴水 滴在碗中一样 当水滴不断地滴下 碗里的水 很快就盛满了 同样的 若是每一天 对每一个人 都能产生悲心的话 悲心就能迅速增长 当上师这样讲解之后 大家才能够知道 实修的方法 所以这样的讲解 是瓷具的珍宝 既然看不见 当然也就不会消失 即便是死亡 也不能令它消失 而物质的珍宝 在我们死亡之后 就会消失 为什么上师 所讲解的瓷具 称之为珍宝呢 因为它能使我们的过失减少 而令功德增长 所以第六段纪文说到 一指何者罪过灭 功德增儒 尚贤悦 什么是过失呢 就是我们内心的贪恋 称恨 愚痴 嫉妒 什么是功德呢 菩提心 就是功德 当我们经常在内心思维 大手印 大圆满的意义时 功德自然会增长 而过失 就会减少 为什么说过失 会减少呢 因为当我们观察到 自心中的贪恋 称恨 愚痴等等过失 并且能明白地了解时 就能去除这些过失 而功德 自然就会增长 弥勒日巴尊者曾说 内心了知自己的烦恼 是大手印成就的征兆 所以应当以心 来观察自己的心 才能去除内心的过失 要好好看住自己的心 并将他的过失去除 比如说 当一个人辱骂自己时 此时应当意想 上师曾经教导过 一切众生都曾是自己的父母 所以不应该对他生气 其次 上师也教导过 愤怒所造作的恶业 会令我们堕入三恶道之中 若是我们在当下 能思维上师所开示 以一切众生如母 以及业果的道理 就不会因此而生气 这就是忍辱 若自己在当下修行忍辱 就不会与人发生争吵 而对方也会因为 你有这么好的修养 就会慢慢地 开始尊敬你 这就是功德增长的原因 相反的 如果没有接受过上师的教导 对以上的教理完全不知道 导致自己暴跳如雷 跟对方争吵打架 最后甚至被关到监狱里去 要花钱消灾 又上身劳累 一切过失 就会因此而产生 这些状况 自己在心中要好好地去思维 思维过后 如果觉得有哪一点不明白的话 就要赶快提出来发问 我们大家再好好地讨论 上师既然授予我们词句的珍宝 就要对上师 恒常地恭敬 在内心要经常思维 上师所讲授的教法 恒常意念 上师的功德 如此 自己的功德 也会不断地增长 接下来讲解 第七段寄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支持生命电视台 邮政划播 户名 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 划播帐号 1996-5232 1996-5232 银行帐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 帐号 012-001-197-388 012-001-197-388 传播佛法 救护生命 慈悲至夜 花莲中心举办 亲民孝亲报恩超度法会 恭送地藏菩萨本月经 点灯供水 要供即甘露诗实 恭请常驻法师主法 日期4月1日星期六 到4月3日星期一 时间每日下午1点半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慧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您现在收看的是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大宝法王慈悲开始